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演戏非常执着 对自己也非常狠 有一场是需要到水里 我们实景拍摄的 是在一个污水滩 给给我一分钟 我想一想 而且就是冬天 很怕感忘 我们跟建议就直接接一下 从水里起来就可以了 可是黄秀老师拒绝了 从水里冒出来 寻找再铺同上来 浑身那个泥滴着水 那个感觉是肯定跟你喷上水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都是脏水 起来之后 瞬间眼睛就红掉了 你先把眼睛低一下 你眼睛都红了 别到时候发言 没事没事 小颜杨是什么 拍完这条吧 有一场去跟四月讲 当年和兄弟经历的 所有的事情 当年应该十三年来里 最具挑战的一次 轩歌尝试了 大约有七种演法 自己的懊悔 自己的崩溃 自己压在心里的痛苦 和无处释怀的悲伤 坐着生拔真的 坐那真的 你不知道该咋办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进人 我已经凭什么了 哎呦 每一遍都不一样 去找那个最能够打动自己 最能够感动观众的那一下 那个情绪的爆发 他需要真的相信 一些情绪是什么呢 他进去了 我觉得他也蛮能影响我的 最强的力量 我觉得是他的善良 他是一个内心有大爱的人 他虽然遭受了这些挫折 反而唤起了他更大的一个愿望 让所有不良心的人都能够 跟神都的人一样平等 享有同样的权利 可以见到阳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